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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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五安 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1點左右 今天星期一 我都照例 講講我的安排 9點半有張寶華的讀書 今天講的主題應該是 魚鷹士回憶局 所以我9點半 香港時間不出片 我要是9點半前 要是9點半後 我都是這樣的安排 當然我希望最終回到正常時間 你知道我昨天就笑了一片 我也是跟Essence那班人說 你們這樣玩 我是一定會陪你玩的 Essence 這班人 究竟這班人不是FBI 這班人 不是 我希望一件事 就是做事 公正行事 穩穩蕩蕩行事 我也很老實講 你Youtube 只是給Essence做 這個做法 是違反歐盟瘍斷法的 你亂來的話 是違反歐盟獻罪 Article 101和102的 OK 即是你問我下一步 我會怎樣 沒事的 那就找European EU Commission 我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我選了王世澤 就是青江青沼 這個沼澤 你Essence 不搞定 你這班中國人 安全的問題的話 你就不配 擁有這個壟斷優勢 這個原則就這麼清楚 OK 好了 彭帥這件事 WTA 即是國際網球協會 世界網球協會 發表了聲明 他知道彭帥是北京 但沒有辦法確認 他真是北京而安全 而且他要求彭帥所作出的指控 作出公正的調查 即是要求中國政府 作出全面公開 獨立公正的調查 即是也都不排除 如果彭帥這件事 不搞清楚的話 WTA會退出中國市場 比起NBA那班人 NBA那班人現在就直接變混蛋 我告訴你 NBA為了要拉著中國鞋底 就繼續說聲 OK 這次WTA是好球的 當然彭帥這件事 你可以說是強力鬥爭 你可以說 有些人覺得很難聽 你可以說是 即是指板明夫那樣 完全跟強力鬥爭無關 純粹就是 因為真的被性侵犯 這樣一個絕望的控訴 但是我想整件事很清楚 這件事只要有 你現在突然間彭帥 好像人間蒸發那樣 因為涉及張高麗 這個就給人感覺 你又不像權力鬥爭 看了這麼久 好 像是真是me too 如果真的變成me too 就認計 OK 如果真的變成me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 用完當是condom 你知道習近平這傢伙沒有底線 但是現在對西方來說 你一宗領導人性侵犯的案件 你這樣透視默感的 喂 WTA這樣發聲明的話 你第一件事 那群這樣的左膠全部 馬上 對 你那次 為什麼控訴me too 玩得這麼過癮 為什麼對中共那群人 聲音都不出 現在WTA就 第一個動之期出來 我要這件事 我要獨立公正調查 如果你給不到的 我就不玩 在中國 為什麼 我不要中國市場 這個 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訊號 第一 今次可以 認識哪些左膠是虛偽 如果這件事是me too 而你那群左膠全部消失 甚至幫中共說話 多謝了 不用說下去了 你那群左膠全部都是偽君子 現在就照耀鏡 真的照耀鏡 西方來說是照耀鏡 你們那些左膠去了哪裡 這麼多日子 現在WTA說了話 大家可以照單 照這個聲明執藥 荷里活 追殺me too 那群人 今次追不追殺張高麗 這件事情大家要問 不追殺張高麗 不用說 那群人全部都是偽君子 不用說 這次女權分子去了哪裡 一夜很快見底 告訴你 因為WTA發表聲明的時間 美國時間是晚上 上星期一 那麼 現在很快我們就知道 那些魚群 CNN New York Times 那些全部跟 如果那些 CNN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 我叫他們的綽號叫什麼 叫墨西哥時報 什麼 墨西哥時報 關事嗎 因為現在New York Times的老闆 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那些 墨西哥那些有錢套 都跟以前不同 以前 New York Times的老闆 還在美國人那時候 New York Times其實是一份看得過的報紙 但是為什麼現在New York Times 那麼左膠呢 就很簡單 因為墨西哥用人擁有 所以那些跟美國是很離開的 所以我叫墨西哥時報 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 就是說它也不像很弱人的報紙 對不對 這是New York Times 報紙 你明白嗎 OK 沒事的 現在就看那些左膠 人人過關 今次就是WTA 確保了一個標準 就是要的 人人過關 你還要 這次WTA 這次很棒的 告訴你 美國很多人看網球賽 這個大家都知道 彭帥在西方是有知名度 也很肯定 現在MeToo的時候 今晚呢 習近平和拜登 貪牌講數 OK 好 如果習近平和拜登 貪牌講數的時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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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噢 跟著現在WTA發表聲明 那你拜登 沒有人看不到 你沒有人看不到 是嗎 拜登難免要問 你問人權問題之餘 拜登難免要問就是 Where is 彭帥 嘩 到時習近平怎麼回答 我真的想知道今晚怎麼回答 如果真的拜登 去問 在Virtual Meeting的時候 說 喂 彭帥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找彭帥出來見面 或者見面 或者見面我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 習近平不知道 要自己擺在哪裡 如果真的 這個是 習近平的權力鬥爭的棋子 我告訴你 我一宗 這麼沒有陰公 我一宗 女性被侵犯的案件 來做 這個權力鬥爭的棋子 說 這次真是回歷錶 真是 好大支回歷錶 發聲直接送到 你會飛到他頭上 變成血滴子 這次過癮 這次我告訴你 真的過癮 WTA 選對時間 選對時間 選得很準 就在習近平和拜登 Virtual Meeting的前夕 要求中國就彭帥的指控 作出獨立公平公正的調查 我問你怎麼回答 這次 拜登是不能不問的 OK 那習近平問 問完之後 難道說 好像外交部發言 關於差事嗎 我不回答 或者直接問 你不行 習近平直接問 我告訴你 如果拜登不問 拜登會有麻煩 因為老實講 不是每個人都是偽君子 那些 Me Too 那班人 拜登問了 他沒事 但是習近平不回答 全世界都會覺得 你中國是什麼國家 原來共產黨一群人 淫蟲 好色 終於大家就會意識到 這是一個淫蟲國家 如果我認識到 淫蟲領導國家的話 毛澤東其實已經是 喪中天揚到爆 但是 現在這樣的玩法 我想問 這次習近平怎麼回答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這次 一支WTA很狠 我猜習近平沒有想過 你這樣想 現在 你香港時間中午 你發這些招 OK 然後今晚 拜登和習近平 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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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時間十六號 早上 拜登和習近平的會面 但是你一來 你一來 我不相信中共有足夠時間 24小時內 可以足以處理這些 這些 以中共那種僵化的決策機制 他怎麼可能拆這個蛋 這個蛋沒有得拆 我告訴你 今晚24小時之後已經 彭瑞這件事已經是大火焚燒 中文傳媒的就是低調處理 所以這個原因是為什麼皇室責動在這裏 為什麼我這個時候 我昨天就因為 我昨晚有些事 我沒有做英美時段 我就變成香港時段中午 但是香港時段中午的時候 現在正好 香港的傳媒全部不說 不要緊 我黃西澤說 好的 現在習近平是處理不了的 香港的傳媒不處理也不要緊 香港的傳媒不處理的話 你老實說 你的人始終會傳自由時報 台平等等 最後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彭瑞 Where is彭瑞? 這個問題是要回答的 如果你張高麗 真的做了指控裡面 這麼喪盡天良的事情 而你習近平走去包庇的話 大哥 你比毛澤東還差 那些事情真的 你怎樣 就算華人不敢批評你 華人沒有批評你 我不記得香港 不要緊的 其實西方社會到時對中國 左膠是完全沒有位幫你中國辯護的 一點位都沒有 屆時真的全民反華 就是這一局 所以彭瑞這個政治炸彈 但WTA國衣一著 比我想像中強大很多 其實核彈 其實核彈已經爆了 因為你之前 如果你張高麗 可能有適當回應 什麼都好 他未必是核彈 問題就是你現在彭瑞不見了人 中國一直都迴避回應 OK 接著你現在發現 就是你那些 有些怎樣 搞了別人 那些官員搞了別人的女兒 那些事件 那些實名舉報的事件 全部那些人 你實名舉報之後 就被人說尋任之事 喂 這個是什麼國家 這個怎樣 是適當國家 喂 印度也不是說 那些官員做適當 大哥 你現在需要印度 喂 印度那些 你說那些是基層不識字的 麻木 那些 那些 大家都覺得那些人是個人發指的 但未去到 衣冠禽獸的級別 對不對 那些不是衣冠 那些是純粹禽獸 不是衣冠禽獸 問題就是現在中國變成衣冠禽獸 衣冠禽獸 比純粹禽獸更禽獸 大哥 不行的 這個 所以你說 這個彭瑞事件 絕對會引起 新一輪西方反中風潮 這個是 因為你局到 連那些左膠的位置都 都關閉了 那些左膠都 怎樣 沒有辦法 怎麼拍機 那些左膠 幫中國不一樣 幫中國就是幫適當 那些左膠是什麼 你說左 你說女權 你收屁 這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說這件事是核彈 第二件事 我覺得也是核彈的 你問 職業網 你說WTA絕對是職業網球 對不對 職業網球 絕對是一盤大生意 不用說 中國市場 應該是一個大市場 應該都是 但是現在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WTA說 你不交 你不給不到一個說法 的話 我不重返中國 我退出中國市場 你想想 如果說到這個項目的時候 你對其他體育活動 有多大壓力 你想想 近年有些運動 你去捏中國鞋底 都會捏到嘶嘶聲 一個就是NBA NBA 是有份政治 打壓球員 你現在 WTA這樣 你NBA 是否繼續要捏中國鞋底 你繼續捏中國鞋底 如果你WTA 如果真的 譬如說 要體育界集體 要Demand一個說法 關於彭帥事件 我想問 各國體育活動的委員會 甚至國際奧委會 關於根基 難道你繼續 跟中國瘋 你為了東奧國際奧委會 你不理會這件事 這件事 我可以說 可以觸發成為 抵制東奧的理由 有關事嗎 有關 如果這個女運動員 可以被領導人魚肉 而沒有辦法 為什麼得到公正的審訊和調查 我想問 東奧期間的女運動員 有沒有安全 其實各國政府 現在要杯葛東奧 很簡單 說我的女運動員 沒有辦法安全 在北京奪賽 所以杯葛不玩 很簡單 之前還說 為了維吾爾人 以杯葛東奧政治化 現在不用說這件事 要說杯葛東奧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 me too 就是me too 喂 你張高麗條 是淫蟲 喂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運動員 沒有國安全 彭帥這麼高級別的運動員 你都可以 令到他消失 不是如果 有個中國領導人 在東奧會場 強姦 強姦運動員 那時候 究竟單要怎麼收貨 收不到貨 如果是既然不安全 不要玩了 東奧 拜拜 拜拜 這個是一個很強的 你又去杯葛東奧 要玩柴人東奧 其實論述夠 即是彭帥事件 什麼都夠 各國也不需要再 會不會影響中國關係 那些 一個 B2的左膠那麼出聲嗎 我估計大部分 就算我討厭政治 都好 你說B2的話 大家都會同意 保護女性的話 一定不可以 即是說 不可以 不可以 參加東奧 夠吧 我看你怎麼死 所以這一招WTA 簡直一石N鳥 他選擇今天這個時間 樂取 是一拳 我告訴你 你有這件事件 就算拜登要杯葛東奧 譬如 習近平邀請他去東奧 然後可能 你都不會即時答應 可能幾日後 才再回答 如果你說 我用條件說 這件是me too 但是很難交代 我出席 將波巴 踢回習近平 我看習近平怎麼踢回來 我看習近平怎麼接 這次 所以你說這招 嘩 WTA這班 很厲害 樂點非常準 就是網球 這樣一下扣殺 剛剛在那個界 扣殺 那一下 摺不到的 這個真是好 這個真是好 這個真是好球 所以基本上 這一次 這一次 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政治議題 白人稅 這件事 我想 習近平想著就是抽屎脈 然後沒有人提 兩個禮拜就可以輕易甩 但是最後我看到就是甩 甩就不見得甩 而且這個很可能是 令到西方民意逆轉的一個 我最忘 因為 如果你 這件事 老實說 你說抵制中國 那些 全文都會怕 因為你 Me Too 你想想 那次荷里活 Me Too 浪潮 多嚴重 多少明星 因為 Me Too 這件事 我告訴你 對男鹹豬 還是對男豬手 對男鹹豬手 老實說 對男鹹豬手都中 非是男的 都中 你看 House of Cards 美國版的 那個 那個男主角 為什麼他最後 不能演 他不是針對女性 他針對男性 現在你記住 Me Too 男會有份 OK 你說男人被人在根椅塞夾 被非禮 那些 那些心理創傷重大 沒有關係 這個 Me Too 仍然有份 這個是事實 因為你已經 你同性戀平權的情況之下 你 Me Too 就是男人有份 人人有份 就是人人有份 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 但是 你想想 你這樣 西方來講 政治他未必會理 但是 Me Too 這個問題上 他一定要理 所以這件事 中國隨時是 駱駝上最行一斤套圖 然後你說 引起杯葛中國浪潮的時候 什麼東奧 或者其他經貿 抵制中國貨 那些 你猜不會嗎 政治問題 就未必可以掀起 抵制中國貨 你說 維吾爾人被迫害 或者香港人被迫害 都未必會引起抵制中國貨 但是如果你玩到領導人 Me Too 而不須要被人查的 你就抵制中國貨 隨時有份都不出奇 這個就是我在西哥生活經驗 告訴我 因為 有些人說 西方人不是那麼重視普遍 或者這麼說 香港問題 維吾爾問題 維吾爾問題 很多事涉及回教的問題 維吾爾問題 會影響一部份的 回教選民 或者一部份 反對 好像歐洲 那些反對種族迫害的 那些 那裡不是一個 最大的公約數 香港問題 你會 令到說 怎樣 歐洲有抗爭的使用國家 很有共鳴 美國可能對共和黨的州份很有共鳴 但是可能對民主黨的州份 未必很有共鳴 那些都未必有最大的公約數 但是你都會爭取到一批人 但是Me Too 就是 每一派都是這樣看的 除了少數人也不會這樣看 其他人也是這樣看 Me Too是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你想想 你加上新疆、香港 再加上Me Too彭帥事件 一爆發起來 總體能量 你看看多大 我不會說 打國際線沒有用 我不會這麼說 因為我們爭取那些 我們知道爭取那些人的限制 的問題就是 我們知道爭取的人裡面 我們可以幫到手足什麼 我們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炒大彭帥這宗 E Too彭帥 我也挺可以肯定 是挺可以有足夠的能量 掀起一個大規模反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案件 蘇聯也不會做這個什麼 記住 他過份的蘇聯 大哥 你有沒有聽過蘇聯 黑奧曉夫 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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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玩到這種玩法 我也沒聽過 但是你這一個共產黨領導人裡面 如果你說特別淫蟲 那個特別淫蕩 是毛澤東 中共 整個村人都是這樣 然後 你現在喜歡西方見識到 這幫熊貓 熊貓一點也不可愛 淫蟲就一堆 你還說孔子學院 真的很開玩笑 所以你問我怎樣看彭帥這次 彭帥這次是重要事件來的 所以我就選在這個鐘數跟大家說 現在的香港時間1點左右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關注 這件事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浪衝過去 如果這個浪衝過去的話 習近平應該... 我猜習近平未必想到 他手籌上的籌碼 聖餘的籌碼在西方的 可能就是輸了在彭帥一個人身上 我猜他想不到 他亦沒有想過可能輸在張高麗身上 現在我看他今晚怎樣死 今晚怎樣死回來 但我以習近平的思想水平之淺薄和僵化 我看不到他會有什麼方案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炒起他 這件事是炒花生而已 這件事是me too me too是公約數 這件事是公約數 對我來說是今晚 這是第二節 但我今天就做到這裡 今晚再見 香港時間